友朋来访,不离乐乎,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Anne,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在癌症治疗的期间,要如何保持每天的好心情呢? 抗癌的路上跟家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抗癌成功之后,神又为她开启了什么样崭新的道路呢? 今天我们节目很荣幸为您邀请到抗癌成功的简和民姐妹Samanda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按下小铃铛键订阅,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哦 今天很开心Samanda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欢迎Samanda Anne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Samanda,我知道你曾经离癌哦 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大概只有一岁 那我在抱他的过程中,我发现很痛 在我胸口的地方很痛 我一开始以为是运动的拉伤 然后呢,我就一直拖着,想说他会自己好 但是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就上网看这个复健科 因为那时候Covid时期,只能在线上看 就复健科医生也只给我开一些止痛的药 所以他们也没有察觉有什么异状? 没有 是不是觉得你可能抱小孩啊,姿势不良还是什么? 对,但是我后来越来越严重就是手举不太起来 就是本来可以举到这边,到后来在这边就举不起来 然后加上这边很痛 痛到我吃了两颗止痛药都没有好 我就去Urgent Care 然后那时候其实正好是Pandemic的时候 就是在... 这是2020,对不对? 对,2020年的5月 那那时候疫情还是... 最严重的时候 对,对 我就自己去Urgent Care 然后呢,他就帮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后来确认应该是恶性的 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种肿瘤 就帮我转到Stanford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然后最终确诊是恶性的淋巴癌这样子 你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一开始知道的时候非常震惊 主要是很担心 因为我的小孩才一岁 我觉得这是最需要妈妈的时候 而且我小孩个性是非常黏人的 很需要照顾 所以我... 那时候还不晓得自己在第几期 不知道自己还有几个月的生命 因为往最坏想 想说我会不会只剩半年的生命 这时候看着孩子一定特别难过 对,对 然后会看着他灿烂的笑容会想哭 对,会很舍不得他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是紧紧的来依靠神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很... 很抓住神 然后就是宣告他的话语 宣告他的医治 并且我跟我先生就是常常一早起来 我们就大声的敬拜赞美 然后又叫又跳 对 但是一转头看到孩子的时候 譬如说在喂孩子吃饭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一直流泪 一定有一定的 而且我想癌症有非常多不同种 不知道你这个是哪一种 我这一个是淋巴癌 那他的全名是原发性重格墙壁细胞淋巴瘤 对,他是其中的一种 是,他是比较猛爆型的吗 还是比较温和的 是,我觉得应该算猛爆 因为我那时候从疼痛是4月 到6月的时候已经是12公分大 对,他其实在我这胸口是隆起一块的 然后我肉眼可以看得到他快速的增加 到后来在确定是哪一种流的时候 其实我有时候会呼吸不太顺利 真的蛮快的 在那个pandemic疫情的期间 尤其5月刚爆发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很多就医的速度都缓慢很多 那你又碰上这个比较猛爆型的癌症 你在整个就医治疗的过程 你有看到神的手给你什么样的恩典吗 是,第一个就是 我在遇到我的淋巴癌的医生的时候 他当天看到我就说 你晚上就住院,我马上帮你治疗 马上耶 对,因为身边听到一些例子 有的时候都要等一两个月 有时候搞不好连检查都要排很久 是,我检查花了两三个礼拜 可是当确认的时候马上就检查 我那时候非常感谢神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觉得呼吸不顺 然后他又长这么快 我只是想赶快得到医治 对,所以当下就是医生就替我安排 而且这位医生是 在治疗淋巴癌上面是权威的医生 他是专门写 全美治疗淋巴癌守则的医生 哇,写教科书的医生是最厉害的 对,所以神为我们安排这位医生 是透过别的医生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好感恩就是遇到一个最好的医生 对,而且马上就让你当晚就开始做治疗 对,这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非常不容易 除此之外呢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可以来帮忙 因为他们在台湾 然后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落地钱 那他们就要紧急申请B2签证 那时候B2签证不管是预约 还是我们需要拿到doctor's letter 然后再最快的搬机过来 因为那时候一周只有两趟的飞机 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况下 一层一层都非常快 我们都有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然后一些困难都解决 他们就马上可以在一个礼拜内之内 就到美国来帮我的忙 真是看到神奇妙的手在牵引 对不对 不过其实过程还是很不容易 虽然有很多神的恩典在里面 你经历过几次的化疗 还是你的整个治疗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总共要六次的化疗 然后我的这个化疗要比较不一样 是需要24小时注射 然后注射5天 所以需要住院 对,那我第一次就要住一个礼拜 对,然后后面是住5天 对,不过在那个疫情期间 住院其实好像跟以前一般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 对,他们有规定就是不能有其他的访客 一整天只能有同一位访客 应该是说一整个疗程只能有一位访客 然后晚上也不能陪过夜 所以那时候很大的挑战就是我的先生他早上会来陪我 然后中午我就会赶他回去 因为我小孩变得非常黏人 可能我们家有这些变动 然后他变得非常黏爸爸 所以他中午睡觉的时候没有爸爸是睡不着的 所以中午就要赶我先生回去陪小孩 然后晚上就要自己过夜 那所以其实是需要被照顾的 但是那时候就是比较需要自己来 对,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一般可以有很多的家人的陪伴 在你的身边帮你做很多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都不行 一个人要面对这个的孤单跟害怕 你是如何熬过来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靠神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其实常常是不舒服的 也是常想睡觉的时候 但是清醒的时候 我就看很多网路上的见证 然后听很多诗歌 就是这样子去维持信心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维持住对神的信心 然后所以心中就常常会有平安 然后就可以去面对身体上的不舒服 去取代那些负面的孤独感 还有那种害怕的感觉 对,已经很不舒服 再加上这些真的很不容易 你觉得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最难熬就是在第四次化疗的时候 因为我的化疗是它每一次都要增加强度 所以我从第一次的level1到第四次是level4 它会根据你各个的数值去判断 你身体是不是还可以加重药 然后医生说通常加到level4的已经比较少了 所以我也感谢神 给你好的身体可以承受哦 撑到level4 但是那一次之后我就需要输血了 因为红血球跟血小板都不足 然后我那时候还经历流鼻血就是止不住的事情 所以我们那时候太紧 包含身体一些副作用是想吐啊 然后手脚会麻啊 或者是有点血栓这一些 对 我想精神上的害怕软弱 你真的是靠着神来撑过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 你怎么熬过来的 嗯 我觉得很感谢神有我的家人支持我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休养的 嗯 然后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撑个两个小时好好地讲话 然后之后再弹在那一边这样子 但是随着就是恢复得比较好的时候才会又再去化疗 因为它间隔是三周的时间 是 所以就是你觉得差不多的又比较舒服的时候又再去化疗 会不会很不喜欢又要再去的那个感觉 会因为要跟家人分开 哦所以你是因为跟家人分开 尤其跟女儿分开对不对 那么小的孩子 对对对 倒不是害怕去经过那个治疗 对 所以到第六车的时候我是非常期待 我觉得终于可以结束了 那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 会不会还要再加 嗯 倒是没有 就只想 好像那个跑马拉松 你已经跑到最后 你就yes 再冲刺一下就过了那种感觉 对 我想有很多的 可能也是一样的矮友 现在正在经历那个治疗 有可能在刚开始化疗 或是在中间 或是快到 你如何鼓励他们 在这段时间他们要如何来过 嗯 我觉得 抓住神的话 相信神是好的 他的旨意是良善的 因为在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神给我很多话 包含他对我们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对 然后他是一位很好的神 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些应许 然后常常去感谢他 因为其实虽然很痛苦 但是还是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情 然后甚至我会觉得在那段时间 我是很幸福的 虽然肉体很不舒服 但是有许多的美好的事情仍旧在发生 就你回头看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些美好的事 对 所以我觉得照顾心里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嗯 只要心里是状态是好的 其实肉体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 特别在我第六次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的太开心了要结束 太期待了 对不对 所以我第六次反而一点不舒服都没有 对很特别 因为你说是第四次最不舒服 对 然后第六次应该是最累 可是因为那个心情余弱 我的血压 还有各种想呕吐的反应都没有 很神奇 所以真的 那个喜乐的心是良药 很有道理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 你有没有曾经陷入在一个深渊 觉得好像没有盼望 觉得怎么一切都没有再往好的方向 或是觉得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时刻 应该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什么都不晓得 然后不晓得要怎么治疗 不晓得前面怎么走 那时候真的觉得是很黑暗的 对 那时候心里有什么想法 那时候就是 就是一直请大家帮我祷告 因为那时候Covid时期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远 对 然后所以 但是自己要去求救 就是跟大家讲我的状况 请大家为我祷告 所以我是 就是坦诚的跟大家说 我现在在经历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大家的祷告 真的是很大的支持 感谢主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围绕着你们 祷告称着你们 这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受 这样子对不对 对 我想你现在就是走过来回头看 真的是看到神很多的美意在里面 不过其实有很多的癌友 治愈之后 我常常心中还是会有一个害怕 好像会不会再复发 什么时候会再复发 一直活在这样子的害怕 你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吗 或是你周边的家人 因为我有在一个板上 就是跟我一样癌症的板上面 看到大家要去复发前 都会睡不着 对不起 要去复诊前 都会睡不着觉 多久需要复诊前 像我们的状况 一开始是三个月 然后大概过了两年之后 是六个月 对 那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但我同时也好感恩 就是说我没有到睡不着觉的状况 我就觉得好像明天就有一个 像去看牙医的appointment 就是那种感觉 不会很紧张 不会 想要去看考卷 对 我觉得就神有给我那个信心 觉得呀 我得了医治了 我不用去害怕恐惧 因为我已经得医治了 对 那你周边的家人呢 会不会害怕你复发 他们也是稍微会有担心 但是他们都不会传染给我 就是他们可能不关心说 你去检查了那怎么样 但是他们都 我觉得他们也都一起相信 我得了医治了 对 我这个相信真的很重要 我相信你在 我看到你整个过程紧紧抓住神 你是不是在每一次的医疗上面 也求问神呢 是 因为在最后 结束化疗之后 我的医生有跟我说 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做放疗 我就想说什么叫考虑 所以这个是选择了 可以选项 可以选项 可以做可以不做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就是放疗有一些好处 因为我这个流是二期的 他已经侵略到骨头的部分 那他觉得化疗完之后呢 为了那些骨头 我们还是要做放疗 那但是他说 也是因为他有个很信任的医生 所以有那个医生在 他才觉得需要做放疗 那我们就知道说 放疗其实也有一些副作用 特别它是在我胸口的部位 怕会影响到甲状腺 或者是乳房 就会造成乳癌 或是心脏这些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如果得医治了 是不是就不用做了 所以我们就全家一起祷告 然后我们各自去领受 去有印证说 对我们得医治了 就不要再做放疗了 所以你就选择没有做 对 蛮特别的 一般如果医生问要不要做 因为害怕再复发 通常都会选择做对不对 对是 如果你要减少风险的话 可能会去做 但是我们就觉得 我们完全就相信 神已经医治了 就心中有平安 我觉得是有神的那个平安 跟确据 是 之后也都 再复检也都很好 对不对 对感谢主 对 我觉得就是整个离来看到神 你紧紧的倚靠神的带领之外 我觉得真的你们整个家里 一起的倚靠神 非常的不一样 就你的观察 你看你们家人之间的关系 或是你们家一起跟神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是 因为我的父母他们也是紧紧抓住神 所以他们也会寻求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 会请他们祷告 是 然后包含我们一起做重要决定的时候 还有包含我们每次睡觉前 我都会紧紧的去抱他们说我爱你 对 那是以前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是 可是在那段时间神真的恢复我跟父母之间的那个关系 对 然后我看到我父母在照顾我的女儿 我也会好像看到他们在照顾小时候的我一样 是喔 对就会觉得充满感恩 对 那我觉得那个爱在我们当中就流动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爱跟平安 所以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焦虑 他们就是一直鼓励我 对 这真的是太美好了 那夫妻之间呢 我真的很感谢我先生在那时候完全的照顾 甚至我那时候头发掉光了 我会说女生会在意吗 但是他完全不在意 他觉得都一样 对 在他眼中你永远都是最美的 是然后他那时候其实也要上班 也要照顾小孩 其实他的压力蛮大的 对 然后我们每周还要去医院两次抽血 所以那时候又有COVID 所以大家都是一起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但是我先生就一直在很好的支持我 我非常感谢他 然后有神真的在他心中成为一个很好的力量 对 孩子呢 孩子那时候很小耶 才一岁多 你觉得你跟孩子的亲子的关系 或是他的成长在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他很幸运的多了阿公阿嬷的照顾 有多了阿公阿嬷的疼爱 对 然后他一开始确实是很不稳定的 可是到后来他就很开心 他就是也是我很大的支持 看到他就会更有勇气就是我一定要好 你从一开始看到他会掉泪 对 之后反而他是给你那个勇气 对不对 对而且我一开始是没有办法抱他的 因为那时候很痛 所以我刚做完第一次化疗 我可以抱他的时候 我真的好感恩好喜乐 就是很多事情 原本以前都不珍惜 对 抱他抱他觉得好累 手好酸可以不要抱 你要黏到什么时候 对 倒觉得好珍惜 对 真的太特别了 真的太好 而且我看到神好像 带你走向一个崭新的道路 对不对 你开始写歌了 是 有一个新歌发表了 是 你以前有在写歌吗 以前没有 以前在我大概十五年前的时候 有姐妹为我祷告 说要写歌 是 然后我就尝试了看看 我那时候其实是半信半疑的 我就写了一小段 是 我给一个朋友听 他就说 好难听 这也太诚实了 然后我就 呃 我就再也没有写过了 但是在这五年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在记得 那个姐妹的祷告 我那时候其实是不太相信 可是 那个祷告反而一直在我里面 好像在发酵 但是我一直下不了第一笔 是 然后后来在去年 我有一个音乐老师 教我音乐的老师 他就鼓励我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 开始写歌 对 我就说好 然后呢 我们就讨论了一些和弦 可以怎么进行 然后我就开始写词 然后就把这首歌写出来 这个歌就是根据我的见证 因为教会有投稿 你一直都在这个见证 是 我就把我这段经历 写成一个见证 然后再把 我们讲那个歌名嘛 哈哈 是这首歌叫做 荣耀的冠冕 对 就是 依照我这样子的经历 然后 最终 我觉得 成为的见证出来 对 就是跨过所有的挑战 要得到生命的冠冕 这样子 对 忍受试探 然后 得到生命的冠冕 所以 就是 这整首歌就是 我对神的一个心路里程 对 你在写歌的时候 除了就是你这个 得医治的整个过程之外 有没有看到什么 特别的 以前的经验还是什么 在帮助你写这首歌的歌 对 有一次的经验是我有生前 然后我其实不会游泳也很怕水 但是当时 那你还去生前 就不懂 也就是跟着旅行团 是 然后当我下水的时候 我才感受到害怕 因为那时候 耳朵听不到 因为在深海里面 什么都听不到 然后 一下水的时候 黑黑的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呢 嘴巴有点想要呼救 或是 也没办法 因为含着东西 唯一的感官就是 握着教练的手 因为有一个教练 带着魔王下去 所以那样子的感官 让我感受到说 我们有时候在困难里面 就是你完全看不到前面的道路 然后你也不知道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你唯一的就是紧紧抓住神的手 所以我就把这一段写到我的歌词里面 这也是你当初离癌的一个心怒历程 对 完全就是在黑暗当中 只能紧紧依靠它 因为就算医学再怎么发达 就算我碰到最好的医生 也没有百分之百可以得到医治的可能 是 一定要神的手在当中 是 对 你抓着神的手 你那时候感受是什么 觉得很平安 我觉得那时候最追求的就是神来的平安 因为神来的平安可以让我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积极地去治疗 然后神的平安让我可以有喜乐 所以那时候抓住的就是神的美好心意 跟祂赐给我的平安 你刚刚有说到你其实以前曾经尝试写歌没有成功 后来都没有再这样子想过 这一次写歌顺利吗 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经历 因为呢 平常时不时会滑一下手机 有这个习惯 就像现代人都是这样子 对 但是在创作的时候 哇 那个好像天线跟神接起来了 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想 我这个字要怎么斟酌 我的那个音要怎么进行 所以就很享受整个过程 就是觉得跟神好亲密 是 对 因为你一直不断地在问神说 我这边要怎么写 我这边要怎么铺陈 对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 写歌的过程反而是最经历神的过程 真的 而且好像就是像你刚刚说 神也紧紧握住你的手 带领你写这个歌 对不对 对 我想你写这个歌 除了是真的你自己的一个心怒历程之外 你是不是有想特别献给那些人 对 因为有听到一些朋友反映说 其实这是一首很真实的 我们信仰都会经历道德 譬如说我有写到说 有时候我信心赞美 有的时候我恐惧流泪 就是在讲 我们在抓住神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会有心情 信心起伏的时候 然后呢 还有一段就是说到 带我跨越考验 得到荣耀的冠冕 与你同在到永远 这些就是要写给跟我同时期 在抗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我知道的 有两位牧师跟一位姐妹 她们后来都回天家了 但是我觉得她们是 也是得到了完全的意志 然后她们 还是得到荣耀的冠冕 是 而且她们到了最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最终最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跟神永远的同在 然后她们得到了生命的冠冕 那我在完成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在祷告里 我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一个非常瘦弱的老人 他的脸因为病 都已经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很虚弱 可是他头上带着 一定荣耀的冠冕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太震撼了 其实我们 不管人走到什么时候 都有这个经历死亡的时候 一开始是非常害怕恐惧死亡 但是我觉得神也是在帮助我这一点 去看到她的复活 看到荣耀 所以 就是 想要献给她们 还有她们的家人 让就是我们都已经 她们已经 走过了她们的困难跟考验 然后她们得到上帝亲自给她们的冠冕 这真的是会非常鼓励人的一首诗歌 我想不只是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 还有很多她们的家人 或是就像你说 就算在看癌的路上 人的眼光看好像并没有成功运过世 但是其实是得着永生的荣耀的冠冕 是 这是你第一首创作诗歌吗 是 再来还有没有想更多的来写歌 想 非常想 就觉得好像神带领我走一条新的异路一样 然后希望可以用我的歌再去见证神的荣耀 对 那你觉得在未来写歌上面 你要如何来进行呢 我觉得我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的曲风 然后可以写出属于个人生命或者是教会的诗歌 是 然后也希望可以透过诗歌更多人可以认识神 甚至是可以传福以往 我觉得那就太棒了 哇真的是太棒了 我相信神一定继续引领你带领你到这个佳美之地 给你这条崭新的路也要继续祝福来使用你 今天真的谢谢Semensa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跟鼓励 谢谢Semensa 谢谢Em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友朋来访呼一乐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好 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